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漂亮的一个季节 虽然有人觉得下雨 好像都是阴天 感觉心情很忧郁 可是你换一个角度去看的话 因为下雨 这个地才会被洗净 空气会很新鲜 也能够不会有旱灾 其实很感恩有下雨 而且如果有人觉得在西雅图 雨季最难熬过 觉得每天都是阴天 你觉得怎么过这个日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神是我们的光 所以神的光在我们的心里面 透过我们照出来的时候 我们可以改变周围的氛围 跟旁边的人说 耶稣在你里面 祂是世界的光 所以我们可以作元作光 外面再幽暗再阴暗都没关系 因为有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里面可以是常常喜乐 还有感恩节呢 想到 还有11月想到感恩节 还有想到 开始预备礼物了 圣诞节要到了 然后11月还有什么 Black Friday 又有很多打折 然后大家开始准备 12月要送礼物 我想知道一下 多少人已经开始在 那个买礼物的 包礼物的 来举手一下 有没有这种人 哇 感谢主 我们其他人都是很有信心的 晚一点再来开始 好 感谢主 好 感恩节除了准备礼物 12节是嫩节 我们还有这个 感恩节大餐 我们今年很特别 很多小组牧区 都有这个感恩聚餐 在一起聚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很开心 很开心的 所以呢 如果你们的小组 组长不好意思 找你们来吃饭 因为怕你们太忙了 你可以暗示一下 组长我们其实很愿意 出来吃饭的 所以呢 这样的话 你们就可以在一起 有很快乐的时光 然后像家人一样 一起的吃饭 然后今天呢 我们要来讲一个 很重要的信息 这感恩节 其实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感恩 所以感恩是非常重要的 感恩就是数算神的恩典 今天我们要来看的 这个主题叫做 凡事写恩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也是我们今天会前祷告的经文 我们其实最近发现 什么叫同感一灵呢 我们在同样的服饰 各自领受的时候 发现哎呀 经文怎么一样的呢 最好笑 最好玩就是刚过这个周三祷告会 我们那个诗歌 也是唱那个经文 然后信息也是那个经文 那祷告还是同样的经文 重要的话要说几次 三次 所以呢 神知道这个很重要 连续三次对我们说同样的话 如果你错过了没关系 你可以回去看我们的直播 祷告会里面神的座位 其实是蛮特别的 我们一起来念这个 天撒罗尼家前十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来请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再读一次好不好 来请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好吧 我们这时候把我们的手放在心上 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耶稣我们把今天早上 我们要听你的话语的这个时间 分别为圣 待到你的面前 所以我们说你的话语 说要是清晨的甘露 是我们生命的凉 你的话语发出亮光 即便外面再多的雨水 再多的这种阴天 可是我们知道你的话 一发出亮光 在你的光中 我们必得见光 而且你的话语要赐给我们生命 让我们能够活得更丰盛 更灿烂 因为这是耶稣基督的旨意 你赐给我们你的生命 今天早上来教导我们 如何凡事谢恩 让我们被提升一个更高的领域 进到一个圣经的领域里面 怎么样的可以凡事谢恩 好 让我们成为一个感恩的教会 好 让我们成为一个在感恩当中 看见神作为的教会 好 让我们在感恩当中 成为一个生命愿意 不断的蜕变 被你的坏来心意更新 不断变化的一个教会 好 让我们成为一个 在感恩中 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教会 谢谢耶稣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其实在罗尼加前书五章 十六到十八节这里 说到喜乐 请问今天现在此刻 有多少人喜乐的 请你把你的手指起来 把你的手放下来 请问你圣经教我们要多长的喜乐 常常喜乐 好 接下来说要不住的祷告 请问多人今天早上已经祷告了的 请你举手 阿们 好 那一下子呢 鼓励你们早半个小时 来参加我们的会前祷告 那这个圣经说到 教导我们的祷告 要多久祷告一次 不住的祷告 跟你旁边的人说 不住的祷告 然后这里说的谢恩 要怎么样的谢恩 凡事谢恩 顺境谢恩 阿们 好事谢恩 阿们 小孩申请到 他想要 他心里的大学 阿们 可是逆境呢 要谢恩吗 不好的事情 你要 你向上求的东西 没有拿到的时候 你要谢恩吗 跟你配偶吵架 你要谢恩吗 被你的上师骂了一顿 你要谢恩吗 因为这里说 凡事谢恩 他算越来到后面 越来越虚和 讲不出来 到底是要不要谢恩 好 请你们带着确句 用圣经的话 跟你旁边的人说 凡事谢恩 所以圣经教导 我们的这个 这个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 他不是在挟制我们 圣经 神的话 不是要挟制我们 不需要让你们 成为一个 crazy的人 这种事情 你要感恩 这种小事情 你也要来祷告 就是说圣经教导 我们为什么这样做 因为圣经的话语 神知道 什么对我们好 他知道 不助的祷告 对我们好 他知道 凡事的谢恩 对我们好 他知道 常常的喜乐 对我们好 所以不是偶尔 不是想到的时候 不是有感动的时候 不是有感觉的时候 更不是说 忌讳的时候 才来喜乐 才来祷告 才来谢恩 是常常喜乐 不助的祷告 还有凡事谢恩 我们再来一起念一段经文 然后讲到这个祷告 跟这个感恩 都是连结在一起的 我们来看腓立比书 四章 六到四到七节 好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 来请 你们要靠主 常常喜乐 我再说 你们要喜乐 当叫众人知道 你们谦让的心 主已经尽了 应当义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 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 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Amen 所以我们不要挂虑 我们要不断的 你有什么困难吗 不是像一个神经病的人 什么事情犯 哈利路亚 感谢主 然后你哈利路亚 不知道什么事情 哈利路亚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 怎么样在凡事来感恩 真的 当我们按照神的话来做 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的时候 我们一切的忧虑 都会卸下 我们一切的重担 都会交托在主的手中 我们不是那种 像那种 叫什么 那种不负责任的 每天在那边嘻嘻哈哈 这样子 遇到问题 哦 感谢主 我也不去解决 这个不是重神来的 这是重神来的 你要去解决问题 可是你的心态不一样 你会喜乐 你会祷告 你会不住的凡事谢恩 这样的话 你看到问题的时候 你可以去解决 可是你带着喜乐的心 你带着祷告的心 你带着感恩的心 这个事情 本来可能是成为一个 你睡不着的源头 本来是让你剥夺你的喜乐 让你今天很忧郁 让你今天很沮丧的事情 可是因为你遵守神的话语 你常常喜乐 你不住祷告 你凡事谢恩 同样的事情 你面对同样的环境 你的心态不一样 这个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这个是神要赐给你 丰盛的生命 Amen 有多少人渴慕 得着这样子的自由 跟这样子的生命 来 举手一下 Amen Amen 祝福你们 靠着神的话 就可以得着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个事情 如何能够做到 凡事谢恩 不是偶尔谢恩 不是祷告会才谢恩 不是十一月感恩节才谢恩 而是凡事谢恩 真的可以凡事谢恩吗 真的可以在苦难当中 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我们仍然感谢上帝吗 你知道关键在于哪里吗 关键在于我们对神的认识 关键在于我们因为认识了神 带出来的一个信心 所以你的眼光不一样的时候 你看见同样的事情 你可以带出一个盼望 你可以带着一个喜乐 你可以来感谢 因为神在其中工作 我们来看下一个PVT 凡事谢恩 为什么我们可以凡事谢恩 因为神告诉我们 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就一同得荣耀 我再说一次 我们相信 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 就比一同与基督得荣耀 所以在苦难中 所以在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所以在你想要的东西 你得不着的时候 你可以谢恩 因为在这个苦难当中 与基督一同得苦难 你会与基督一同的得荣耀 我们的眼光要不一样 无论你是望眼镜 你是望大镜 无论你是近视的眼镜 任何一个眼镜 就像我们的属灵的视觉一样 当你看见神 看见神的作为的时候 你就可以带出一个凡事感恩的心 这是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的 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受苦 关键是在于与基督一同的受苦 换句话说 就是为义受苦 为神的旨意受苦 不是因为犯罪受苦 不是因为悖逆受苦 不是因为不顺服受苦 这个不是与基督一同 这与基督一同就是 为神的国 为神的道 为神的义 为神的旨意 与他一同受苦 这个苦难中 你要哈利路亚感谢主 因为有个确据 你会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要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圣经告诉我们 你现在的这个苦楚 可是你看见那将来 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你看见那个荣耀的时候 就哇 没关系没关系 不介意不介意 可以的 而且我要哇 感谢赞美主 因为那个荣耀 比现在这个苦难 好得无比 这个是像我们可以 凡事谢恩的一个关键 我们再看下一章 为什么我们可以 凡事谢恩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罗马书八章告诉我们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谁得益处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而且祂要使我们得荣耀 亲爱的 我再次要强调一个 在任何的环境里面 我们可以凡事谢恩 因为我们有一位神 我们有一位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祂可以使万事 所有的事情 每一件事情 祂可以使这些事情 来使你得到荣耀 祂可以使这些事情 使你的生命被改变 祂可以使这些事情 使爱神的人得益处 Amen 所以呢 在不容易的时候 抬头看见 神使万事互相效力 叫我得益处 叫我得荣耀 我就可以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Amen 我们再看下一个 其实光这两个 你就觉得已经不得了了 可以让我在凡事上感恩 我们再看罗马书八章 三十一到三十九节 这里说的 我为什么可以凡事写恩 因为在一切的事上 我们靠着爱 我们的主义经怎么样 得胜有余 请你跟旁边的人说 你靠着耶稣 得胜有余 这是圣经说的话 它让我们在一切的事上 靠着耶稣 得胜有余 所以我们可以 凡事写恩 Amen 有神帮助我们 谁可以抵挡我们 有没有人可以抵挡我们 没有 有神帮助我们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可以抵挡你 你的主管 不可以抵挡你 你的不信主的家人 不可以抵挡你 那在 甚至是逼迫教会的人 也不能够抵挡你 为什么 因为有神帮助我们 跟你旁边的人帮我 再跟你旁边的人说一次 有神帮助你 有神帮助你 罗马书八章 这里还说什么呢 他说 谁能使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35节 什么可以使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是患难吗 是困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吃生落体吗 危险吗 刀剑吗 这些能不能够 抵挡我们 能不能够使我们 以基督的爱隔绝 都不可以 所以我们就算 遇到这些事情 我们可以有确计的说 哈利路亚 主我感谢你 我可以赞美你 我可以凡事谢恩 因为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我们已经得胜有余了 38节告诉我们说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 这一句话 来我们一起来念 好 来准备 来请 因为我深信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在的事 是将来的事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我们 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 基督耶稣里的 Amen Amen 所以我们可以凡事谢恩 我们再看下一个 哥林多后书四章 16到18节这里 说到我们 怎么样可以去凡事先 因为我们有这样的 一个看见 有这样的一个认识 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要为我们成就什么 极重 无比 永远的荣耀 Hallelujah 我想问一下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经历过 不容易 曾经经历过 或现在正在经历 不容易或苦难的 请你把手指一下 好 感谢主我们将会 只有一半的人 曾经或目前 正在经历苦难 其他人的生命 因着相信耶稣 苦难远离他们 Hallelujah 那对那些棘手的人 感谢赞美你 因为神可以让你 经过这至战至亲的苦楚 你不是一个人经过 在火窑里面 神陪伴你 在大水当中 神陪伴你 所以你可以凡事感恩 以至于在这个 至战至亲的苦楚里面 神要做在我们里面 一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Amen 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这是神告诉我们的 我们再看下一个原因 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三节 我们要相信 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跟你旁边的人说 摆在前面的喜乐 当你看到 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的时候 你可以凡事谢恩 希伯来书十二章这里说 我们既有着许多的见证人 这个见证人是哪些人呢 就是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 讲的这些许多的见证人 历史历代的信心伟人 他们怎么可以过得 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生活呢 然后讲到因为他们相信 十二章就说 我们 今天的我们 因为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因为有从创世纪 一直到喜事录里面 讲的这些信心的伟人 当我们去看的时候 当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去默想的时候 你说哇 这些人的信心 怎么那么大 你看到这些许多的 见证人的时候 就像云彩环绕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怎么样 被激励了 我要跟他们一样 我们要放下我们的重担 脱去残累我们的罪 我们要存心忍耐 奔跑 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 当我们奔跑的时候 我们不要看环境 不要看左 不要看右 在海中行走的时候 不要看见风浪 你要看见耶稣 所以在这条路 我们奔跑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耶稣 我们要仰望祂 祂是谁呢 祂是我们信心 创始成中的耶稣 我们今天之所以会有信心 我们的信心开始 是从耶稣而来 祂启动了我们里面的一个信心 来相信祂 祂没有停在那里 祂会继续的来带领我们 以至于我们的信心成全了 完全了 祂是一个beginner and finisher of our faith 是我们信心的启动者 也是我们信心的完成者 当我们在奔跑这条 不容易的道路的时候 我们看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祂怎么样胜过呢 祂面对实价的时候 祂怎么样胜过呢 祂面对背叛的时候 祂怎么样胜过呢 祂面对鞭打的时候 祂怎么样胜过呢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 祂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前面有没有看见那个喜乐 你没有看见 你现在处的环境里面 抬头看见耶稣 抬头看见 那摆在前面的喜乐的时候 你就可以凡事写恩 当你看见的时候 你可以轻看羞辱 你可以忍受苦难 因为耶稣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请你跟旁边的人说 耶稣是这样走过来的 我们最后一个要看的这一段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到凡事写恩 因为希伯拉书十二章 一到三节那里说 应该不是希伯拉书 是这个腓立比书一章那里说到 神开始的善功 祂必成全 祂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祂也是在我们心里面动的善功 今天我们信耶稣 我们受洗 是谁在我们心里面做功 神对不对 祂会继续的带领我们 祂会成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 这样的一个善功 所以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不同的环境里面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能够来感恩呢 举一个例子 就是很简单 我想我们大家可能都会经历 你可以说它是人与人之间的冲突 或者你可以用很美的字句来说 我们只是意见不合 好 我想知道一下 我讲的话 我讲的这个例子 你们懂不懂 如果你们知道有经历过 你们知道什么是冲突 跟意见不合的话 请你把手挤一下好不好 我想一下我要不要换一个例子 好 感谢主 那我们还是一样的人 感谢主 换下来 好 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的冲突 无论是配偶啊 家人啊 同工啊 或是任何一个人 有意见不合的时候 有多少人 你跟配偶吵架的时候 就哈利路亚 感谢主 有没有这种人 很难 对不对 你只要气到那个时候 我不说话 已经是一个成仙的境界了 还叫我哈利路亚 感谢主 这个简直是觉得太难了 可是圣经说 凡事谢恩 那怎么样 在有冲突的时候 怎么样 在意见不合的时候 我们还是凡事谢恩呢 因为这个凡事 包括了冲突 这个凡事 包括了意见不合 你知道我们天然人的反应是什么 当有冲突 当有意见不合的 这个时候就靠口才 如果谁呢 读过这个法律系的 你的配偶一定会输给你的 你一定会赢的 因为你很有口才 所以我们一般人呢 我们的这个天然的反应 一有冲突 一有一见不合 我们就会为自己辩解 口才够好 讲得过你 我就赢了 其实你知道吗 虽然我们这样做 我们是赢了这场 这个冲突跟争执 可是我们却错过了一个 神叫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 神叫万事互相效率 叫爱神的人 得益处的这个时机 怎么说呢 为什么会错过这个时机呢 你知道当我们有冲突的时候 跟人有冲突的时候 跟人有一见不合的时候 这时候呢 有一个更高的道路 这个更高的道路呢 就是哎呀 我们一见不合 你退一步 来祷告一下 主啊 为什么我们会一见不合呢 主啊 这个事情是你要使 这个事情怎么样 使他万事互相效率 叫我的益处呢 叫我的配偶的益处呢 叫我的同工的益处呢 当你退一步 去祷告 去询问 你甚至先说 主啊 我知道你在掌权这一切 我知道你可以使万事互相效率 所以我为这个冲突来感谢你 我为这个冲突来赞美你 因为我知道 你会使我的益处 你会使我在这件事情上 生命被更新 你会使我的生命被提升 你会扩张我这个人的生命 好让我得着荣耀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不是一来就先 谁讲得过谁 我们乃是一来退一步 先去祷告一下 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光照我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们的这个blind spot 你们知道什么叫blind spot吗 你的blind spot 当你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 你去寻求神的时候 这个blind spot就会打开来了 因为你在争吵的时候 你这个blind spot 往往是你看不到别人看得到的 你说我好 我的blind spot 往往是我的先生看得最清楚 我都是看不到 所以冲突的时候 我这个blind spot会卡在那里 我如果赢了他 我就失去这个生命被提升的机会 所以告诉你 下次你跟人有冲突的时候 你跟人有这个意见不合的时候 你要赶快感谢主 因为神要使你得到益处 Amen 神要使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你知道当我们这样感恩的时候 有很多负面的情绪 会从我们身上脱落 一般来说有争执 有冲突 有意见不合 要么我们就觉得对方不爱我 为什么你不爱我 为什么你不听我讲 为什么你总是 那个对我斤斤计较 为什么你总是针对我 里面开始有负面的情绪 开始抱怨 开始论断 然后呢 以后发生什么事情 哎呀 他就是这样的啦 就是因为那个 那个问题没有解决 所以只要任何事情发生 我们都会把矛头指向谁 就会指向那个人 因为那个人有问题 那我自己的blind spot 盖得好好的 我就看不见了 可是当我们愿意 先来感谢神的时候 神会使我们看见 让这个冲突 让我的生命被提升 这样好不好 好不好 跟你旁边的人说 下次有冲突的时候 感谢主 再举另外一个例子 最近我在跟一个小姐妹 聊天的时候 她就说 哎呀师父 昨天晚上睡不着 那怎么了 那我昨天晚上睡不着 因为呢 我的老板说要扣我薪水 就很难过 我整晚睡不着 他就开始说 为什么我的老板这样对 我为什么 我还不知道 没有看见 我很努力的在做 我都没有看见吗 然后他就继续说 哎呦 我的老板要给我扣薪水 我的房东要给我家租了 怎么办 我这个钱付不出来了 然后呢 一般来说 以前呢 我就哎呦 你好可怜哦 就被你哭 但是因为我自己 在操练着改善 我就跟他说 亲爱的 你知道吗 这种自哀自怜 不是神的旨意 不是神为你 量给你的心意 哎呦 他突然间愣了一下 我说我们来感谢神 你想一下 如果你的老板告诉你 他要给你扣薪水 那一定是有他的理由嘛 我想 要不我们换个角度 可能神要透过 这样的一个机会 让你看见 哎 其实你有某个点 你可以去改进的 我说你改进了 你的老板 他不会有什么益处 可是你的生命被扩张了 下次你到别的地方 去工作的时候 你有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或者是你到你的家庭的时候 你这个生命被扩张了 你以后呢 跟人在一起的时候 你不会再有同样的冲突 你的生命会被扩张 哎 这个女孩很可爱 她听完之后 她很单纯 她下来第二天 她就说 师母你知道吗 我今天去上班的时候 拿了一个笔记本 跟我老板说 老板 我哪里可以改进呢 你告诉我 我愿意改进 那个主管 就告诉他 啊 写了很多东西 然后老板经过听到 老板就说 哎呀 这样就对了 所以你看这个孩子 这个年轻人 在工作上 遇见困难的时候 一般来说 我就是埋怨这个老板 对我不好 这个主管 对我不好 可是当我们愿意退一步 神啊 你要使万事互相效力 这件事情上 我可以得到什么益处 我们就来感恩 我们的生命 就会被改变 所以我们今天看第二段 第二个重点呢 是什么呢 就是啵啵啵啵啵没有 第二个重点要讲的就是 我们在感恩中 我们刚才看的 就是一个看见 当你看见神要做的事情 你看见神的美意 当你看见了 你就会带下一个 感恩中的突破 所以我再说一次 感恩中的看见 会带下一个 感恩中的突破 所以我请问你们 就像先有鸡蛋 还是先有鸡 我们要先看见才感恩 还是我们先感恩再看见呢 其实都有 通常来说呢 就是我们先看到了 我们才 哇 感谢主 原来这个事情这么好 看见了神的作为 看见了神的意识 看见了神的旨意 看见神无所不知 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还看见神在环境当中掌权 看见神在人的心中动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凡事上感谢神 对不对 然后我们感谢神了 我们的生命就改变 我们就可以努力 我们可以去改变 我们可以去奔跑 这个也很重要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看见 我们会习以为常 我们会觉得 I'm so lucky 我很幸运 一个停车位 我每次都开来这个地方 每次都有停车位 你每一次都感恩的 我们不是觉得很奇怪吗 其实你知道吗 这个就是让你 给你机会不住的谢恩 你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你什么时候有停车位 你什么时候就感恩 我记得有一次 我跟牧师去一个小组的时候 有一个木道友 好像是一个木道友 他听了别人的分享 还是刚信主的 我忘了 反正就是一个属灵的baby 他就听见那个组员里面 小组里面有人分享 这件事情原来是神在带领 他说 我想起了 我今天中午呢 开车绕了两圈 没有停车位 后来他就说有了停车位的时候 他就突然想说 哎呀我很幸运 可是他在小组的时候 听见别人要分享 是神给他预备的时候 哎呀他说 哎对耶 他说原来哦 神哦就是给我预备了 这个停车位 不可能的时候 这么多车子的时候 我竟然有一个停车位 哇心里面就觉得怎么样 我遇见了神 哎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有生活里面 有很多好事 有很多神的恩典 有很多神的预备 我们觉得习以为常 我们觉得 I'm so lucky 我觉得哎呀 就是应该的 你知道那个就错过了 凡事谢恩的机会 下次有这种事情的时候 你要看见 所以看见了 我们就很容易去感恩 另外一个反过来 我们先感恩 然后我们再看见 其实这个是我们需要刻意的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冲突 意见不合 你刚开始的时候 气得不得了 哪来有这个心情来感恩 可是当你先操练 好 神啊你的话说 凡事谢恩 我不管我有没有感觉 不管我看见什么 我就是顺服你的旨意 因为这是在神 在基督里定的旨意 我就是要来遵行你的旨意 我就是要来凡事谢恩 当你谢恩的时候 你就会去想 像这是我 我自己在操练 当我为这个事情 先感恩的时候 我就要在神面前说 神啊 这个事情有什么好感恩的 你可不可以让我看一下 可以告诉我 当我跟神 有这样的一个互动的时候 我就可以在我原本 以为不好的事情上 看见神的作为 我先感恩了 我就看见神的作为 我就能够去 进到一个突破的领域里面 所以呢 当我们有这个感恩中的看见 我们就带下感恩中的突破 跟你旁边的人说 带下感恩中的突破 这个感恩中的突破有什么呢 就是刚刚我说的 不要习以为常 日复一日的这个枯燥无味 当你凡是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突破 这种 日复一日的枯燥无味 当你凡是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突破 一个习以为常的 Entitlement 就是我该有的 这是我配得的 这是属于我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去感恩 所以当我们凡是感恩的时候 会让我们更谦卑的看见 啊 这是神为我预备的 还有很多 你知道这个突破还包括 突破我们的批评论断 突破我们的嫉妒纷争 突破我们的彼此比较 突破我们心中的苦毒 比如突破我们的哀怨 还有自怜 突破我们的沮丧 突破我们的埋怨 突破我们的胆怯 退缩逃避 突破我们的谎言 还有借口 甚至突破我们的急躁 和缺乏耐心 当你越多感恩的时候 你的心中会越喜乐 你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耶稣 Amen 再次跟你旁边的人说 感恩中的突破 你知道刚刚我讲的 这些都是无外战 最大的突破是什么吗 当我们在感恩中 看见了神的作为 我们在感恩中 最大突破是我自己 我的生命被突破 Amen 拍拍我的心 拍拍自己的心 说最大的突破是我自己 你也可以拍拍你丈夫的心 最大的突破是我自己 因为为什么呢 当你感谢神的时候 凡事谢恩的时候 你会有勇气去面对你的blind spot 你会有勇气去面对你的盲点 你会有勇气去面对 自己生命的不成熟 你会有勇气去处理 自己生命里面的软弱和不足 所以能够进到一个突破里面 好 举一个例子 这个没有什么意见不合 只是做事不一样而已 我们刚开始这个 秦亦如的祷告会的时候呢 我们跟PH团队 我们秦亦如团队 我们在练习 那我们练了几次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 我们就来用这个方式 大家练得很开心 哇 很感动 哇 圣灵充满 然后我们最后一次练习的时候呢 就请牧师来 牧师一来 他有更高的看见 更远的看见 哇 他一向来告诉我们 做这个事情 我们所有团队都傻眼了 然后我们 可是我们都很乖 我们说 好 牧师说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结果呢 我们就乖乖的 笑着都知道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就乖乖的 按照牧师的方式 来运作 然后呢 到了那个 第一天晚上的 这个晴云之夜的时候 结束了之后 我们那个团队 真的是 眼睛放光 因为发现 哇 感谢主 我们顺服了牧师 因为牧师 真的是有更高的看见 真的是有更远的看见 因为神把它摆在 这个牧者的 这个权位上的时候 他看见的东西 跟我们看见的东西 不一样 所以那天牧师 就带我们做一个 疾风烈火的祷告 原本是我们自己 麦克风拿着 自己很开心的祷告 后来牧师告诉我们 要做一个 疾风烈火的祷告 大家都可以上来 拿麦克风祷告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 让我们看见什么吗 原本是我们自己 祷告得很开心 后来是 大家一起 祷告得很开心 任何一个人 都可以上来 他的声音都很重要 他的祷告都很重要 神都要垂听 所以那次 我们的团队说 顺服权柄是对的 Amen 是不是因为 我们崇拜牧师 不是 牧师也是人 他跟我们一样 可是我们因为 崇拜我们的神 我们爱我们的神 我们遵守 我们神的诫命 所以当神的话语里面说 顺服权柄 我们就怎么样 乖乖的顺服就好了 不用想那么多 不用去禁食祷告 圣经清清楚楚说 顺服权柄 这就是一个神的旨意 我们只要去做就好 其实对这个顺服丈夫 这个也是很重要 我之前讲过 我记得最近 有一个小组 他们在讨论那个经文 顺服丈夫的 就有一个小姐妹说 顺服丈夫 是彼得还是保罗 自己讲的 圣经没有这样教导 我们赶快解释一下 不不不不 这是圣经的教导 记在圣经里面 这就是圣经的坏 顺服丈夫 这是神的旨意 同样顺服权柄 是神的旨意 所以你看 在这种 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都很好 都不一样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神已经给我们一个次序 给我们一个权柄 我们可以在 这个不一样的 看见的时候 感谢主 赞美主 凡事谢恩 我们就来乖乖的顺服神 我们就一定会蒙福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顺服一定会蒙福 我差提了 回来这里 再跟你旁边的人说 凡事谢恩 好 我们最后一点 我们要看的就是 凡事谢恩的三大方面 第一个 就是日常生活的感恩 日常生活的感恩 这个日常生活的感恩 换句话说 天天都来感恩 你知道以色列人 当他们这个 有这个会幕的时候呢 他们是早晚 都要有人在那里 称谢神 赞美神 所以感谢神 是我们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那这个讲到这个 日常生活的感恩呢 就是再一次的 要来把我们摇醒 因为我们太习惯了 我们在幸福的生活里面 太习惯了 我们细遇伴 我们不会每天看到 有多少人每天看到 你的老公或你的老婆 第一句话说 哇 感谢主 给我这么好的配偶 如果你没有这样做的话 鼓励你们试一下 每天都来感谢神 每一件事情都来感谢神 当你每一天 都来感谢神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知道就像什么一样吗 就像寻宝一样 其实我们的生活 每一天就像寻宝一样 神在你的生活里面 神在你的每一天里面 放了很多 每天都给你的一些 每天都给你一些好处 当你凡事谢恩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哇 原来我的每一天 这么好 你知道这个感恩节快到了 我们在讲到 这个感恩节聚餐 我通常看到照片里面 就是家人围在一起 很开心 然后手牵手的祷告 其实那个不是只有 感恩节的 该有的一个 一个 应该是我们每一天 跟家人在一起吃饭 就要感谢 你知道我现在 每一个主日 我们一起开车来教会 我们都会在车上祷告 我一开口就 主啊 感谢你 又是一个主日 感谢你 我也跟我的孩子 一起来教会 因为你会发现 原来呢 孩子很快就毕业了 孩子很快就工作了 他很快就去别的地方了 你可能就很少 机会一起吃饭了 你可能就很少机会 一起去教会了 所以我现在 每一天吃饭 就特别感恩 每一天一起 开车去教会的时候 就特别感恩 就是你每一天 有的时候 你要珍惜 特别是 你有小小孩的时候 小小孩每天 巴着你不放的时候 你要每一天 都为他来感谢神 因为呢 这是你非常难得的 可能只有20年 你幸福一点 这样的时间 可能有30年 这个这种人很少有 可能这个15年 他们那个孩子 可能就不再巴着你了 12岁就不再巴着你了 还有小孩吃饭 吃到一地都是的时候 感谢赞美主 因为我还可以来服侍他 到有一天 他就不需要我 来帮他插桌子了 有一天他不需要我来帮他 擦饭你了 所以你每一件事情 来感恩的时候 你会珍惜 当你为每一天的事情 来感恩的时候 你会珍惜 你会看重 你会很喜欢 很开心的 跟这个人在一起 天天充满惊喜 好 讲到这个日常生活的感恩 有五方面 不只有五方面 我只把它缩短为五方面 其实应该说 每一件事 每一个人 每一个环境 我们都要去感恩 那这五方面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PowerPoint 第一个 我们要为生命气息 来感谢神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今天还活着 Hallelujah 我不知道你们 有没有试过这样子 当你生病的时候 你特别的感恩 哎呀 我还可以 我没有鼻塞的时候 可以呼吸顺畅的时候 那是何等的幸福啊 有没有那种感觉 可是当你 那个呼吸顺畅 没有鼻塞的时候 你那时候没有感恩 因为生病的时候 你才开始来想 哎呀 我要感恩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为我们的生命气息 健康来感谢神 第二 我们为这个神的创造 的这个大自然来感恩 你知道我这个一生人 活了这四十几年 我从来没有为阳光 这么多的感谢神 直到我搬来西雅图 我会在马来西亚长大 因为我那个太阳 把我晒得像黑炭一样 从来不知道 我皮肤是可以变白的 所以在那种每天都有大阳光 我躲它都来不及了 连出面都要拎这个闪 没下雨 我就是怕这个太阳曝晒黑 到加州也是一样 到Kansas City也是一样 都是太阳曝晒 来到这里之后 说天哪 这个太阳今天终于出来了 我好想念你这个太阳 你会发现太阳阳光 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Amen 有阳光你就感谢它 我们都是这样了 失去了之后才会珍惜的 所以提醒自己凡是谢恩 在你没有失去之前就来感恩 我会这个阳光雨水 还有呢这个春夏秋冬 讲到这个春夏秋冬 我们跟孩子很可爱 他们很喜欢问你最喜欢什么 这三个孩子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四个季节里面 你最喜欢哪一个 然后我就会说 我最喜欢当下这个季节 夏天我也最喜欢 然后秋天我也最喜欢 落叶多漂亮啊 你可以说它很凄惨 可是你可以说它很漂亮 它颜色这么的五颜六色 多么的冰 那个神的这个 这个画的这个世界 这么美丽 对不对 然后冬天你可以说很冷 可是你可以说 哇这个冬天让我可以在家里 有暖气多开心啊 然后外面凉凉的很舒服 这个凡事都能够感恩 为神的创造来感恩 在夏图我们很喜欢去hiking 对不对 你去hiking的时候呢 如果你觉得 哎呀往上爬 我真的是 我的肌肉已经在叫痛了 怎么办呢 你抬起头来看一下 哎呀这个树真漂亮 哎呀这个天空真漂亮 就看到神的创造 你去感恩的时候 你就进入一个凡事谢恩里面 第三个讲到了生活的供应 有吃 有餐 有住 我们就可以凡事谢恩 只能光是这三点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有感恩不完的事情 好进入第四个 第四个我们要为什么来感恩呢 我们要为什么来感恩 喂你的家人 哎呀我其实很亏欠 我活了这四十几年 我到这几年才开始 每天为家人感恩 你知道为家人祷告很容易 因为看到他的问题 看到他的缺点 看到他的笑 迫切地为他祷告 可是有一次神说 你不要先来 一来就求求求 好像他是什么 有问题的人 要你一直祷告 让他生命改变 你先来为他感恩 我就开始 一想要为我的家人祷告 祈求让他生命改变之前 我就先来为他们感恩 哎当我这样做的时候呢 我发现 哇原来我的丈夫 我想你们应该都认识我的丈夫 我发现我越祷告越感恩 哇他又爱神又爱神 他又爱家又爱教会 他的那个好男人的辈 就是爱家爱教会 换来的一个自占自卿的苦楚 因为他看见那极大无比 永远的荣耀在前面 然后我在为他不断的感恩的时候 看见什么呢 他进得了厨房 出得了厅堂 上得了讲台 也上得了求偿 Amen 我需要澄清一下 好 我是在讲我的丈夫了 我要澄清一下 牧师上 我的先生上一次扭伤脚呢 不是在打球的时候 哇扭伤的 他在走路的时候 那个草坪上 有一个坑没有看见 因为都是长满了草 不小心扭到了 所以他其实很会打球的 这个澄清一下 所以呢你看 哇 我跟他结婚这么多年了 我到这几年才看见 为什么呢 因为我才开始来学会 每天为他来感谢神 然后我越祷告 越感谢神 我发现 哇 他又懂圣经 他又懂这个投资 他还懂装修 又懂美食 他有IQ 有EQ 有SQ 哇 这样的 你们知道什么是SQ吗 他的Spiritual的那个 树林的那个 所以他什么Q都有 哇 这样的先生去哪里找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在还没有Google之前 在还没有Alexa之前 我们全家是靠问爸爸的 我们不需要Google 不需要Alexa 有什么事情问爸爸就好了 虽然现在有Alexa 有Google 可是呢 我们的爸爸还是最好用的 因为他是有蟹有肉的人 当你这样不断的去问 你的家人感谢神 因为每天在一起 你就很容易习惯 你每天问他感谢神的时候 你看见这个人不得了啦 神怎么这么爱我 给我这么好的一个配偶 同样 你用这样的眼光 去为你的孩子祷告的时候 你也会用一个不同的眼光 去看他 你会非常的珍惜你的孩子 你会非常的宝贝他们 你甚至呢 可以取代 用你的感恩的眼光 取代你的挑剔 用你感恩的眼光 取代你的批评论断 你越看见他们的好 你跟他们相处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越知道怎么去说好话 越知道怎么去鼓励他们 越知道怎么去肯定他们 因为你已经在祷告当中 不住的为他们来感谢神 Amen 我问你们 讲话太快了 好 我问你们 你想一下 到底我们的配偶 是因为我们越感越 越感谢越感谢 他才变得这么好的 还是他原本就这么好 只是我们越感谢越感谢 越感谢他才看到他是这么好 都有啦 有些人呢 就像耶稣看我们一样 我们什么都还不是 什么都还没有改变的时候 他就称我们为义 他看见我们的时候 就看见耶稣基督的义 在我们身上 所以当我们来效法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配偶也许什么都没有 你就来肯定他 你的孩子可能什么都不是 你来肯定他 你来祷告中 为他感谢 他发现 原来我妈妈是这样看我的 原来我爸爸是这样看我的 原来我的配偶是这样看我的 他的自信心就起来了 有没有 记不记得牧师讲过 那个十二头牛的那个女人 当你原本什么都不是 一直被肯定被肯定的时候 哇你什么都是了 这个是从没有变有 另外一个 这个是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他本来什么都是 可是因为我里面充满了批评论断 我里面就是很不爽 我有这个blind spot 所以我没有去感谢 所以我就看不到 我就觉得这个糟糕透了 可是当我不断地来神的面前 凡事谢恩的时候 我的眼光被调整了 我看到了 哇原来他身上这么好的 所以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呢 你不需要去考量 你不需要去问主说 他到底是有还是没有 你就去感谢就对了 你越感谢 你就越看见 你越感谢 他的生命就越多的被改变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你要为家人感谢神 好 第五个 我们要为什么来感谢神呢 我们来看一下power point 我们要为什么来感谢神 为教会 有多少人记得那个照片 有没有看到你自己在里面 这应该是我们一年前 在疫情当中 我们感恩节的时候 我们造的一个团体照 每天为我们的教会 来感谢神 教会可以包括 包括我们聚会的地方 我们这个建筑物 教会也包括你身边的人 所以请你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为你感谢神 Amen 你知道圣经里面 保罗写的那个书信 还有时候写的一个教会 糟糕透了 我们最近读那个哥林多前书 我读了那个哥林多前书 我说天哪 有这么糟糕的教会 他们是得救的 这么糟糕的教会 保罗还为他们感谢神 你看保罗说 我为你们感谢神 他写给不同的教授 我为你们祷告中 不足的感谢神 所以我们也要学习 为教会来感谢神 为你身边的弟兄姐妹 来感谢神 为你的传道人 为我们的牧者 为我们的同工领袖 为我们的七长 为我们的组长 为我们弟兄姐妹 来感谢神 为我们每一次的聚会 来感谢神 为我们每一次的小组 来感谢神 为我们每一个的祷告会 导独小组 来感谢神 Amen 我来看一下一个 讲到这个 我自己的操练 没有在PPT上面 当我在开始操练 为感恩 凡事感恩 我来为我们同工领袖 来祷告的时候 先来感谢他们 感谢我的神 每一个部门的负责 为他们来感谢神 我们一起服侍的弟兄姐妹 来感谢神 我发现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就很感谢 真的很感谢 我觉得可以在一起服侍 可以在一起祷告 可以在一起祈祷 不是偶然的 真的不是偶然的 是神的恩典 是神在吸引人 是神让一个人愿意 来一起回应神 所以你看到再一次的感恩 就取代了挑剔 感恩就取代了批评论断 感恩就取代了猜忌 感恩取代了所有的负面的情绪 你对人的眼光 看见同工的眼光 看见你的主长的眼光 看见牧师师母的眼光 就会不再一样 因为你凡事谢恩 那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也会升温 因为越来越温暖 然后会越来越有默契 越来越彼此的信任 到一个地步呢 你会觉得非常的有安全感 什么叫做有安全感呢 就是你不会觉得 有人在背后捅你一刀 有时候我们会成为 在别人背后捅别人一刀的 那个人 当你那个关系 你不断地为你的 那个周围的人 为教会 为弟兄姐妹来感恩的时候 这个关系会越来越紧密 这个关系是你会越来越去珍惜 而且彼此的关系 一定会改变 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为你感谢神 这个教会是我们的家 对不对 是属于我们的 这个跟Costco 跟Belview Mall不一样 那个Belview Mall跟Costco 你虽然会感谢神 哇 这么多好的东西给我 我是一个消费者 我可以去花钱 满足我需要 可是你不会走进Belview Mall的时候 你在想 哎呀 我要怎么让这个Mall更好 我要怎么让这个Mall更美 不会对不对 因为我们只是一个消费者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教会是你的家 是我的家 你会想 我怎么可以让它更好 我可以怎么让它更美 我可以怎么去一起的建造 因为这个是家 我们是在这里的一份子 我们越多为这个教会感恩 为这个属灵的家感恩 我们就会越爱这个家 同样 当Costco 快倒闭 有 不是 我不会 如果一个生意 一个商场 快倒闭了 快撑不下去的时候 有人说千万不要 我每天都是去Costco买菜的 有一个商场 你天天去的 哇 快倒闭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千万不要 然后你会觉得 哎呀 很麻烦 你会觉得 哎呀 很不方便 可是你会怎么样 你不会跑去那个商场里面 我可以怎么样帮助你 我可以怎么跟你一起度过难关 我可以怎么样来陪伴你 我们不会这样做 对不对 因为我们是消费者 因为那不是你的家 不属于你的 可是教会不一样 教会是你的家 是我的家 所以在任何的难关 在任何的不容易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会怎么样吗 我跟你一起走 我们肩并肩 我们一起面对 我们一起往前走 我们在苦难的时候 我们一起站立在这里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你愿为这个家感谢 这个家就成为你的家 这个家本来就是你的家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为这个家感恩 讲到这里呢 就很想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新会堂 现在装修的如何 我们可以请同工 给我们看一下 哇 这个呢 就像是个preview 下次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然后你看完那个教会 你知道这是我们的新会堂 我们的小梁 小梁还有Jack 还有我们的童工 很多 很多你们不知道的童工 都去那边 有汽油漆的呀 有做这些 做了很多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家 你有份 我有份在其中 这是我们的第一个产业 这也是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Amen 我们踏出的第一步 我们在Belview 二十几年了 对不对 西亚图灵梁堂 我们是第一次踏出去 你知道吗 这个圣经里面说 全地转化 说这个大使命 神当初说 这个福音要从哪里传起呢 要从耶路撒冷 到犹太全地 再到撒玛利亚 再到地基 同样 我们今天 下图灵梁堂 我们从Belview 二十几年的这个努力 我们现在要踏出来了 我们要叫Renton 你也可以叫他Cennedale 那不是一地 那不是唯一一个 我们相信我们还会继续扩 我们会到哪里去呢 我们会到Redmond 我们会到Kirkland 我们会到Barthell 甚至到Kent 我们会不断地扩展 就像从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 撒玛利亚 直到地基 Amen 跟你旁边的人说 这个 我想一下 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一起踏出去 所以前地转化 从我们开始 Amen 我们无论去到哪里 我们都要跟随神 我们再看下一张 下一张这个 感谢神 在基督里 我们有这样的家人 我们真的是 一起同心建造 还有几张照片 是昨天新鲜出炉的照片 你看大家都在帮忙 现在这个阶段呢 是只有弟兄可以帮忙 那个照片里面 再看一下 那个照片里面 其实有一个姐妹 真正的那个被照进去 因为她是我们 那个公认的老板娘 她要发钱 她要发钱 给发薪水 给这个工人 然后小娘其实 经常 你知道小娘 带着两个孩子 经常去到那个会场里面 去来协调啊 来做这些事 所以这样的一个家 有我们的摆上 你知道吗 我在想 这个Bellevue这个会堂 有没有它的足迹和回忆 有 这20年很多 甚至我听说 那道墙上的话 是当年的高中生 他们的那个 那个service hours 在那边图的 然后那个年轻人长大了 现在在 Inite小组里面 告诉我们 当年他们怎么在图 这个会堂 有它的故事 同样 Kenny Doe的那个新会堂 会有你我的故事 看我们要不要把握时机 你正好这个时候 在这个地方 我们要搬迁 所以这个新会堂 有你的份 怎么说呢 不要错过 但有一天你可以说 去到新会堂的时候 你过了十年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你的子子孙孙 这道墙是我漆的 你可以说 这个地板是很漂亮 那个style 是我们同工开会决定的 甚至你可以说 那个马头 是我去home depot 把它扛回来的 这就是一砖一瓦 都是你我一起在建造的 不要错过 真的这个机会难得 真的很难得 可以有这样子一起建造 一个会堂的这样的机会 你知道我有一天跟牧师说 我说牧师啊 我好想去帮忙汽油漆 牧师说什么你知道吗 他说 你不会 就不要去添乱 不会去 就不要去添乱 他说有一天 我们会一起大搬家的时候 那天 任何一个人愿意 都可以过来帮忙 如果你想要帮忙 你不知道怎么帮忙的话 你找你的区长 你找Yvette 你找这个Jack 小梁 一定有你可以帮忙的 这个椅子 我们都可以搬 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出门 我怎么帮忙呢 我告诉你 还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做的 就是祷告 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周三祷告会 我们从年初就一直祷告到现在 每一次从看会堂 看不同的地方 我们就来 祷告 没有了 没关系 不是神给我们的预备了 继续祷告 哇 这个出来了 然后祷告 真的就买到了 我们祷告的人觉得不可思议 我们祷告里面就经历了神的 这样子一个带领 所以从买到会堂 然后申请permit 还有这个公厅会 每一个步骤装修 我们都在祷告会里面祷告 所以就算我连一张椅子都搬不动 我可以祷告 这个家你我有份 凡事谢恩 你越去谢恩的时候 你越能够抓得紧那个机会 来参与在其中 Amen Amen 好 所以这里呢 我要做一个广告一下 我们教会呢 2021年是经历了很多神迹奇事 经历了很多 你知道吗 其实呢我们在自己的小组里面 只看到小组里面神的座位 所以我告诉你哦 神不只是我在你的小组里面 做神迹奇事 神在很多个小组里面 在很多个牧区里面 都有做他奇妙的座位 所以呢 我们像下个礼拜三 就是21月24号 有教会的感恩祷告会 邀请你们一起来 就见证 也邀请你们一起来 听一听 神在别的小组做了什么 神在别的部门做了什么 神在我们整个教会里面 做了什么我们一起来 数算神的座位 Amen 我们一起来分享 这样的一个见证 好让我们可以 一起的来 感谢 一起的来赞美我们的神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海报 所以鼓励你们 10月24号来这里 这是我们在新会堂 就这个Belphian会堂 最后一次的实体祷告会 跟你旁边人说 11月24号不见不散 好 我现在要开快车了 这个凡事谢儿的三大部分 还有第二个呢 是特别经历的感恩 刚才我们讲的是 日常生活的感恩 现在我们来看的是 特别经历的感恩 怎么叫特别经历呢 我们看下一张 比如说得一致 当我们得一致 祷告求神一致的时候 一致了 我们要来感谢神 对不对 来自下一个 看但你里的那一张 当你里他们 处在这么不容易的环境 要被砍头了 怎么办 他们三个朋友 还要带你去祷告 求神给智慧 当他领受了 从神来的智慧 他就立刻的感谢神 所以在特殊的情况下 你祷告 蒙应允了 别忘了 要感谢神 好 我们看第三个部分 凡事谢恩的三方面 日常生活 感谢神 特别经历感谢神 这第三个是最难 可是是最大的突破 就是超越理智的感恩 跟你旁边人说 超越理智的感恩 什么叫做超越理智的感恩呢 就是你觉得 这样的一个环境 我没有什么好感恩的 这个时候需要一个 超越理智的感恩 我们看下一张图 当我们面对缺乏 还有不足的时候 神然感谢神 就像五饼鳄鱼一样 当门徒看见 五饼鳄鱼的时候 他们没有说 哈利利亚 感谢主 我们有五饼鳄鱼 门徒说什么 这分给这么多人 还算什么呢 可是耶稣接过来 拿着这个饼 注谢了 分给中人 喂饱了五千人 随着他们所要 看见不足的时候 你的感谢 会带下一个神迹的改变 下一个 讲到 当人拒绝福音的时候 当人不愿意悔改的时候 我们仍然要感谢神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里面 如果你去看的话 那也说到 耶稣在诸城里面 在这些城市里面 行了许多的神迹 可是那些城里面的人 终不悔改 那耶稣责备了他们之后呢 那时候耶稣就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那些人听看见 耶稣的神迹歧视 他们不愿意相信 不愿意悔改 耶稣责备了他们之后 耶稣就抬头说 天地的主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像聪明通达人 就长起来 像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本事如此 嘿 所以弟兄姐妹 当你传福音 有人不愿意相信的时候 哈利利亚 感谢主 神的美意本事如此 可是我会继续的 来为这个人祷告 下一个 拉撒路的复活 你知道吗 拉撒路的复活 他还没有复活之前 耶稣就先感谢神 因为他说 天父听了他的祷告 他说 父啊 我感谢你 因为你已经听我 我也知道你常听我 然后这个时候 他才说 撒撒路出来吧 拉撒路才复活 所以在我们祷告 还没有蒙应允之前 我们就可以先感谢神 再来下一个 耶稣面对上十字架的时候 他感谢神 你知道他领圣 那个设立圣餐的时候 接过杯来 祝谢 他拿过饼来 祝谢 那耶稣没有说 我好苦啊 我等一下就要丧失架了 我的肉就要为你们 被剥开 我的血就要为你们 流好难过 耶稣有没有这样 没有 他感谢神 所以你看凡事谢恩 耶稣活出一个最好的榜样 给我们了 好不好 请我们的经脉团 能够上来一下 我们最后 我们一起再念一遍 天撒罗尼加前书五章十六到十八节 让他成为我们这个季节 我们生命改变 我们进到一个神领域的凡事谢恩里面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来 请 要常常喜乐 不住的祷告 凡事谢恩 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 向你们所定的旨意 阿们 阿们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好吧 这时候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 先站起来 好不好 我们站起来 可不可以给我一些柔的背景音乐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手 放在我们的心上 我们跟神说 神啊 我要有这样的一个看见 我要看见 你是这样的一个神 你可以使万事互相效率 我要看见 你让我们与你一同受苦 你必使我们一同得荣耀 我要看见那摆在我前面的喜乐 我要看见那自占自情的苦楚 我要使我们能够成就 那其中无比永远的荣耀 我可以凡事来感谢神 我们一起来开口 我们来祷告 求神帮助我们 进到一个凡事谢恩的突破领域里面 我们一起开口祷告 主要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为我们的家人来感谢 为我们每天的生活继续来感谢 主要为我们的意识助行来感谢 主要为所有我们身边的人来感谢 为教会的弟兄姐妹来感谢 为我们属灵的家来感谢 主要让我们用你的感谢 主要在感谢当中 我们有看见 在感谢当中我们突破 突破自己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更新 让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突破 主要因为我们要得着荣耀 我们要向耶稣基督 哈利利亚 感谢赞美你 哈利利亚 谢谢主 哈利利亚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我们最后我们来唱这首歌 这是我们上个礼拜的回应诗歌 有人记得那个动作吗 你的爱怎么样 最高 你的爱最高 你的爱最宽广 你的爱最深 你的爱无止境 所以我们可以凡事先 阿们 无路是死 是生 是持证掌权 现在将来的高处低处的 都不能使我们的 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所以我们可以凡事谢恩 阿们 因为有主的爱在我们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凡事谢恩 因为我们知道这故事的结局 那一天当耶稣再回来的时候 我们在基督里面 我们会成为一个预备好的心腹 我们会满有基督掌承的声量 我们会众人如同一人一样 这样子的一个确据 我们可以今天就感恩 阿们 跟你旁边的人说 我们是得胜的 我们是得胜的 阿们 哈利利亚 主要真的我们这心真的很感谢神 你知道吗 我们这里有一个人 真的很会敬拜神 如果你们留意看 主要有一个孩子 每次唱到这种歌的时候 他都很开心的跳 好吧 我们回转向小孩 开心的有确计的 来相信我们的神 我们来凡事感恩 凡事贤 赞美我们的主 阿利亚 无论 无论 无论或死或生活天使 只成长圈 现在或将来 都高出的出 任何手造物 都不能将我 与无怀而去 无论或死或生活天使 只成长圈 现在或将来 高出的出 任何手造物 都不能将我 与你爱的结 与你爱的结 �Wo Wo 我们一起醒悟 着的爱 着你的爱情 阿利亚 可在我心坦 хл 是恶祝我们 感谢证明你 从生父娘失眠 没有什么可以拦住 阿利亚 使得出的爱情 祝你的愛情 喔喔喔 堅強生活是 喔喔喔喔喔 總不能將我與你 愛哥讓我再追 祝你的愛情 祝你的愛情 好厲害 照在我心髮上 大家好不好跟我一起搖動一下好不好 來 左右左右 祝你的愛情 祝你的愛情 喔喔喔 想想想過世外的愛 喔喔喔 都不能將我與你 愛哥讓我再追 喔喔喔喔 威脂跳起來 喔喔喔喔 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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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再心了都再出來 喔喔喔喔 喔喔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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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 我知道故事的结局 我们举起我们的手 我知道故事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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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从他也出来 是靠着我心说 我知道故事结局 我知道从他也出来 因为我们的神的脊椎 最高倍起来 你爱这高 你爱这看光 你爱这身 你爱我自己 你爱这高 你爱这看光 你爱这身 你爱再继续 你爱这高 你爱这看光 你爱这身 我们最后一次做 你爱这高 你爱这看光 你爱这身 Hallelujah 无论或是或是或天使 只能掌揭 现在或将来 高处低处任何手找 都不能将我与你爱个人 无论或是或是或天使 只能掌揭 现在或将来 高处低处任何手找 无论或是或是或是 阻疑下来 在天 教程康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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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bih good 這所愛 我知道故事結局 我曾將從討厭在 終於走過來說你的愛 你愛最高 你愛最看光 你愛最深為你愛我自己 你愛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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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最看光 你愛最深為你愛最深為你愛最深為你愛 不管或思或 expands我天使 示疾奪錢 現在我將來 告訴你 除了任何時候叫 我不能教我 一次 Connor 不管或思或ança我天使 示疾奪錢 現在我將來 告訴你 除了任何時候叫 我 AND페acie szczegól安 Sek It is your strong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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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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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说我们感谢三位 我们说是因为你坚强的爱 所以我们充满了感恩 每天都有惊喜 主啊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真的每天成为一个来寻宝的人 主啊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我们真的没有可以惧怕的 主啊让每天来存得感恩 来祝福我们成为一个感恩 凡是先常常祷告不住 那个不断喜乐的人 与我们同在 约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父神的慈爱 现在感动交通 与我们终于同在 直到世的末了 阿们 来跟彼此说一下好不好 我们要彼此感恩 常常感恩 我们要彼此感恩 常常感恩 常常感恩 我们最近开始搬签号 所以在这个拉比外面 会有很多的一些书 大家可以免费的去拿 而我们接下会一些家具 大家可以也要有吃的话 可以来搬 所以大家看到外面有东西的话 你们可以不用客气就把它拿走 OK好 神祝福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